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今集為大家看看澳門的廣告行業,同時會說說澳門的所謂廣告業是做些甚麼,亦會說說未來會不會被市場淘汰。 疫情下,各行業投放廣告資源都會減少,廣告業收入同時大減。 之前政府公布8行支援中小企措施,廣告業者認為這些措施可以幫業界解決延微之急, 以及措施則中中小企借貸方面,呼籲企業按照自身營運狀況,考慮上運能力,進行借貸。 澳門廣告商會主席就說,今年年初,業界對全年展望都比較樂觀,但事與願違,澳門接年失去暑假, 與黃金周的檔期,與憧憬有落差,令到行業士氣逐步低落。 但有賴於立法會選舉在今年舉行,部分由政府主辦會議展覽雖然延期,但未取消,令到廣告業未至於成為疫情主席, 在過去立法會選舉期間,因為競爭激烈與宣傳策略不同,大家對廣告宣傳需求較大, 但今年在疫情影響與宣傳媒界變化發展下,傳統廣告市場出現了一個萎縮, 及本澳內需少,願意投放廣告資源的客戶亦不多,所以疫情下各行業都減少舉辦活動, 種種因素令到業界收入大減,下半年亦是業界最忙碌的時間,但疫情爆發令到多個大型展覽延期舉行, 項目沒有被取消就算好,但同業成本效益與收入一定沒有預期理想, 今年業界收入基本上大局已定,但全年收入仍然比去年跌了七成, 所以現在業界是太弱流強的時期,但疫情仍然反覆, 業界方面經營狀況都得不到改善,所以不排除連尾會出現結業潮。 上邊是新聞資訊,在澳門所謂廣告業都是以印刷為主,跟著設計為庫, 包括設計公司其實不算太多,如果在疫情前賺錢的主要方式都是印刷和戶外廣告, 還有就是的士、巴士、車身廣告,如果是講網路廣告又或者拍片之類都是比較少, 為何我會說比較少呢? 因為澳門在之前好景時,其實那些巴士、的士的車身廣告和戶外廣告都是頭一兩季就賣光出去, 跟著就著著賺大錢,基本上他們掌握資源那班都是賺到笑, 但近幾年由於經濟差了和市場都變了,變了網路廣告的比較多, 這類公司就賺開那些easy money,根本就不會考慮轉型和學生東西, 所以我自己覺得就要慢慢淘汰就一大部份。 我作為一個簡單例子,就好像一個關口的戶外廣告那樣, 一個月十萬了,未年安裝費,一年就花了120萬了, 但你又可以知道這個廣告版的成效有多少嗎? 又是不是這麼多企業買得起呢? 再淘汰一步講巴士廣告,便便便便,一萬元一個月, 但又可以帶來多少效益呢?但現在都是網路廣告的時代。 就用Google來說,你落了1000元廣告, 你是可以在後台看到廣告效益, 同時亦都可以看到用多少錢才可以轉化到客戶, 又或者觸及到多少人。 在尋客方面,就已經更加精準了。 如果換了你們,又會選哪一種呢? 那種大型的戶外廣告, 我們通常叫做形象廣告, 其實整體的效益不算太大, 但對做開傳統印刷又或者實體廣告的公司來說, 他們又有什麼競爭力, 是可以做得到網路廣告這一塊呢? 因為這一塊不是按幾個按鍵上廣告就可以, 是要一直監控著的, 如果不是就變成燒錢的。 如果是一個合格的廣告經理, 在大陸來說, 都要出到3萬到4萬一個月才請到人, 未來一定就是這類電子化廣告的天下。 我相信這一類傳統廣告公司, 就算不是疫情, 都很有可能是很快就淘汰了大部份的了, 再加上就是印刷來說, 只要不是要求高的話, 應該有不少人都會用淘寶落單去印的了, 不過澳門都是一個神奇的地方, 只要賭場再旺返的話, 我相信那些用來做形象廣告的戶外廣告 都是可以復活得到的。 今集就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你們覺得這些傳統廣告行業又會不會慢慢被社會淘汰呢?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就在下面留言吧,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拜拜!